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马上来看今天的产业动态 原力资源机构最新调查显示 台湾第三季原力需求亚太第二 台湾大新读董林之城接放管中有群圈 大力光7月订单翘 林安平说多镜头还是趋势 华硕加速智能转型 携手世界级企业 接着关心台股 股王大力光华硕等股东会今天同步登场 可以说是超级股东会日 不过台股受到大陆股市走弱的影响 指数开低震荡走低 盘中欠缺主流股带队 国际高档震荡未过新高 引来市场的担忧 投信表示在指数空间有限 各股有基本面推升下 第三季的行情会是涨股不涨市 中小型股表现空间大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韩国比特币交易所CoinRail声称遭害 引发市场恐慌 比特币周日盘中一度闪崩12% 创下近三个月最大跌幅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近日批准中国大陆泛海集团 收购美国保险公司 Genworth的交易 这也是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许可的最大一笔 入资收购美国企业交易案 俄罗斯市足赛14日登场 强大市足热 啤酒 博弈 连锁酒吧 和运动服饰等相关类股最受看好 因为这些产业将受益这场赛事 所带来的全球消费热潮 彭博资讯分析 过去五届市足赛 有四届当年六月的美股市场的波动 比前后几年的六月减缓 2018北美生技展 台湾10家新创团队公司 上星期参加创新挑战赛 其中台湾共振波研发 以及台北奈米生医科技 从200家各国新创团队当中 赢得创新挑战赛的第一名与第三名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接着看到台湾大哥大今天股东会 有小股东提问 499吃到饱热潮让员工加班过劳 董事长蔡明忠回应 促销案对电信业其实是惨案 还说祈祷上仓怜悯 未来不要再发生 富邦集团旗下台湾大哥大举行股东会 尽管去年较出亮眼成績 不过第七三雄5月9号起限17天 开放全民申办499吃到饱 引爆空前的抢办热潮 眼泪摊服务人员 有股东提案认为让员工过劳 要求管理层检讨 董事长蔡明忠坦言 不希望再有下一次 这么讲一个我用个比较激烈的字眼 应该是一个惨案 用户的权益是不是有得到提升 这个我们都还不确定 我们是祈祷 这个上仓联名 未来不要再有同样的这个事件发生 低价区到宝电信业获利也下降 不过蔡明忠估计499专案影响下 4G渗透率将大幅提高 也有小股东再抛出煤金分离议题 要蔡明忠 蔡明星两兄弟辞去管理职务 垂帘听证 现在会提出煤金分离 这是一个警讯 最好交给专业经理人 我想现在台湾是不只是我们公司 很多企业现在都面临一些传承的问题 公司继续追求专业经营这一点 我是觉得非常的认同 但是同时我刚才提到说 要我们这个变成好像垂帘听证一样 我想这个也是不太好的一个公司治理的方法 此外原先的独立董事馆忠明 因为涉及台大校长林选案 由支出创投董事长林之成获选担任 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 他答应来担任我们的这个独立董事 刚才我们也有股东 谈到这个传承的问题 我想能够把我们的董事会年轻化 也是我们未来会追求的一个方向 台湾大哥大股东会上 也决于配发现金鼓励5.6元 至于金控夜盛传的经经病问题 蔡明宗则是低调没有回应 新台南的电视程会莫审美同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宏博社德国要求戴姆勒召回 77万辆冰式柴油车 进行引擎排放监测软体的修正 金融时报 金融风暴10年后 投资银行的价值再度看涨 华尔街日报 国际能源述股计 全球绿能投资金额 已经超过化学燃料 日本经济新闻 IOP让台美更亲近 亚马逊及维安等 都在台湾建立开达据点 近几年来 低基金成为台湾市场热销的保健食品 商机上坎亿元 而且逐年升高 不仅有许多的大厂投入 也让年轻的品牌业者端出最新的制程 用特别定做的陶瑶炉来低基金 以独特的古早味抢供市场 请看我们今天的产业直观 处理好的鸡肉放在黑锅里 再用炭火焖煮 业者特别定制炭火陶瑶炉来 低基金和低鱼金 相较市面上不锈钢压力锅 至少8到15个小时的低质时间 陶瑶炉升温快速据保温效果 6个小时就能低质完成 我们的低基金就是只低了6个小时 因为会设定这样的时间 是因为我们很注重 每一包基金的那含量 像我们家的低基金 它本身放冷之后 它第一个你闻它的味道 它是没有新味的 而且还有淡淡的一个碳香味 成本高以外 然后本身炉炉的费用 也是一般不锈钢压力锅的三倍以上 想要低出那种古早味的 阿嬷阿嬷在照咖 低基金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风味啊 怀念小时候母亲低基金的古早味 除了炭火桃窑炉 业者更注重食材品质 选用黑鱼放山鸡去头去尾来低基金 低鱼金则选用草本湿木鱼整尾低质 以小包装冷冻贩售 饮用前再加热 有如现低口感 我们特别的在意就是养殖的环境啊 土壤啊气候啊水源这些部分 因为它这些因素都是会影响到食材的品质 我们的生鸡跟生鱼呢 都有经过那个杜福来因的检验合格报告 然后甚至在低基金跟地域金的部分呢 也有SGS的检验合格 多项检验合格的报告 台湾保健食品超过700亿市场 其中低基金约有7亿产值 而且逐年升高 看重现代人对健康养生的需求 品牌业者端出最新制成 抢功一席之地 新唐人亚特电视夜席红礼金金 台湾台南报道 但您看到明天6月13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会议 CES Asia亚洲消费性电子展开幕 台拨质方美绿橘子网家股东会 台南市议会和京都市议会 签订友好交流协定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明天再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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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